中国文艺新春特别节目 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为您的节日增加一抹亮色 孙涛能够成为央视春晚舞台上的常客 这与他贴近百姓接地气的角色塑造有关 不论是小品社区民警于三块中的民警 还是演戏给你看中老实本分的农民 孙涛都演绎出了小人物 平凡中也有着不平凡的事迹 浓浓年味 欢乐相伴 小品 相声 喜剧大年欢 好看 好玩 精彩乐翻天 孝心联盟 输学逗畅 热闹非凡 中国文艺与您共赏 春节特别节目 关系中国年 提起小品演员孙涛最广为人知的应该是 《你摊上事了》和《我骄傲》两句流行语 这两句经典的台词均出自2013年春晚 他与影视演员秦海璐 相声演员方清廷共同带来的作品《你摊上事了》 在这个小品中 孙涛还是扮演他最拿手的角色 宝安 有着宝安专业护之称的孙涛 第一次饰演宝安角色是在2009年春晚小品《吉祥三宝》中 一句耿直又尽责的《我骄傲》 将平凡而普通的保安形象深深地扎根在人们的心中 自此 孙涛也成为保安的代言人 我们领导说了 纯洁期间 安全工作最重要 任何人进这个楼都得带牌 没有牌谁都不让进 要是进去就把窝开了 喂 你怎么回事啊 怎么还没到啊 先生 叫谁先生的 什么眼神啊 是个女脸 长得太复杂了 你有牌吗 什么牌啊 进楼的牌 没带 对不起 没有牌不让进 我还用牌吗 我们领导说了 是个人就要牌 你说谁不是人呢 我是说进这个楼都得带牌 你今天新来的吧 我不是今天新来的 我是昨天新来的 知道我是谁吗 不知道 大厦三层 赵总 哦 三层赵总 不认识 你就知道牌 你以为你是谁呢 你不就是个看门的吗 我就是个看门的 我骄傲 好 我今天就让你骄傲不起来 小娃 楼下保安不让我进 对 给我找领导 我告诉你啊 你摊上事了 你摊上大事了 哪位 公关部刘小姐 太好了 刘小姐电话 我不认识 孝洁 再给我找领导 对 我 我谈上事了 我谈上大事了 哪位领导 哪位领导 保安班班长 哎呦 你找个小领导管什么用啊 这小班长 你 哎 这个人官用 来 她张是我 对 对 她很矿造 起研很嚣张啊 嗯 没有 没有 咱这个素质在这 对 咱是个问话人 行 我明白 我弄了一件 你进去吧 我有牌吗 没有 我能進嗎 能進 你還驕傲嗎 我就驕傲 你看哪個眼吧 跟大了雄性極速似的 大姐 誰是大姐呀 人家男的 男的 還呀 微妞 討厭 同志 你有牌嗎 什麼牌啊 進門的牌 沒有 對不起 沒有牌 不讓進 我找人 你找誰呀 三樓的趙總 就是那個匡造的女人 認識吧 不認識 我們有規定 你打個電話 按他下來接你 我手機沒電了 你打個笛回去充電 然後再回來 那就來不及了 我有急事 我給趙總送錢 送錢砸了 你又不是給我送錢 哥哥 你就讓我進去吧 不行 親 幫幫忙吧 你別整個樣 求求你了 親 你別整個樣 你別整個樣 聽話 你控制一下你的慶甘 麻不退 你麻不退 同志 你有牌嗎 你別熟了 你別熟了 同志 你有牌嗎 啥牌啊 進路的牌 沒有 對不起 沒有牌不讓進 我找人有急事 你找誰啊 三樓的趙總 你也找趙總 趙總電機率還挺高 兄弟 你就讓我進去吧 我農民掙點錢不容易啊 大兄弟 對呀 這錢我要是拿不到 我還怎麼有臉灰村啊 大妹子 我還怎麼有臉見大火啊 大妹子 我還怎麼有臉活啊 大妹子 大妹子大妹子 誰是你大妹子呀 我是你大哥 很大呀 難得 太意外了 大兄弟 這城裡人咋都這樣呢 淡定 我已經習慣了 大兄弟 快讓俺進去吧 我跟你說大姐 你這個情況我很痛心 我也是從農村來的 但是我不能讓你進去 我們有規定 我要讓你進去 我就得從這兒出去 俺求你了 你求他沒用 他要讓你進去 我管他叫爹 求你了大兄弟 你進去吧 你叫吧 你叫吧 他不能進 他為什麼不能進 他沒有爬 對 沒爬 沒爬 沒爬就不能進 對吧 對 他能不能進 我告訴你 從現在開始 他就是一個有拍的女人 那也不能進 他為什麼還不能進 他這要錢的都能進 我這送錢的怎麼就不能進呢 你能跟人家比嗎 怎麼比不了啊 你是送錢的 人家是要錢的 你怎麼了 要錢的 怎麼了 要錢的 要錢的怎麼了 要錢的 要錢的 很驕傲 大兄弟 大兄弟 你真是個好人呢 我知道 我確實是一個好人 我跟你說 大姐 你一會進去以後 見了那個趙總 千萬別客氣 那個人很匡躁 你見了他以後 你上去一下就把他抓住 管他要錢 他要跑呢 跑 你就看著抓六亡 趙總是女的 女咧咋的 女六亡更厲害 你沒見趙總啊 那個人 很匡躁咧 那麼大的老闆 欠人弄沒拱著欠不還 他還要錢套 他還算個人嗎 別說了 沒啥不說呀 不要怕 他趕出這種龐龊的事情 他不害臊嗎 他不丟人嗎 你別說了 咋啦 我就說你們趙總了 哎呀 哎呀 我一提趙總這兩個字 你還離證你個馬屁子 他什麼時候站在我的背後 你們為什麼不提醒我一聲 提醒啊 你提醒的不夠 說 繼續說 趙總 你是不是欠人家弄命苦了欠了 啊 我告訴你 你談上事兒 你談上大事兒了 好 錢大的嗎 你知道一分不少 你過來 我跟你說句話 你不用賄賂我 范夫從包安做妻 好 好 道謠鼓棒是要負法律責任的 我不怕 咱來看誰嫌進去 你以為你是誰啊 你以為你有錢 你就能夠欠債不還嗎 你以為你有權 你就能夠坦國家的錢嗎 送你兩個字 好 郭兒曼 告訴你 你今天不把這個錢 還給你大姐 你就別想出這個門 大兄弟 你先別著急 沒準趙總會把錢給我呢 大姐你太善良了 你怎麼還能相信她呢 她怎麼可能跟你簽呢 她要能跟你簽我管她叫奶奶 給你 她替我叫奶奶 她替我叫奶奶 謝謝啊 趙總 謝謝你了 大姐 實在對不起啊 讓你著急了 其實到年根底下 最著急的人是我 公司資金確實出了點問題 所以跟他們老闆借了五十萬 給你拿上這個錢 你放心 我欠誰也不會欠農民工的錢 我欠什麼也不會欠良心 謝謝 小品《你攤上事了》的成功 讓觀眾們對於孫濤與秦海露這隊搭檔 充滿了期待 五年後 二人再度攜手登上舞臺 在2018年的央視春晚上 帶來了小品提意見 作品諷刺了社會上個別領導 平時不作為的問題 尤其孫濤那句 老百姓就是紀檢委 引起了廣大觀眾的共鳴 你們對我 對單位 有什麼想法 有什麼心理話 都可以說 來 喝點水 謝謝領導 別緊張 你別緊張 你老磕什麼眼 誰磕啞了 是你 還是太緊張了 在咱們單位做什麼工作 報告處長我管倉庫 我在食堂幹大廚 好好 你們兩個誰先提 我先提 不 你先提 說吧 要提什麼意見 領導套路深啊 還是太緊張了 放鬆 不行 要不然你坐下提 不用不用 我坐不住 對 處長你坐不住 對 坐不住 我怎麼坐不住了 您看 您剛來咱們單位才三天 辦公室就找不著您了 您不是下基層就是搞调研 這樣下去怎麼行 這把凳子才應該是您的陣地 您的標配應該是一杯茶水和一張報紙 您看前任處長 把這把凳子都已經做出包薑來了 您怎麼就不能接著盤一盤呢 還有嗎 還有就是您這麼狂躁的工作 身體怎麼受得了 您看您都瘦成什麼樣了 您要是再瘦下去的話 是國有資產的流失啊 一看你就是一個有著豐富社會經驗的人 這樣的人在我們生活中是不是經常能遇見 遇見這樣的人就應該送他三個字 說的不整齊 來 一二三 聽你們的 幹什麼 幹什麼 你們怎麼這麼狂躁 你們沒有問我累不累 你們就開了我 不符合程序 借著提意見六須拍馬 我告訴你 這樣的意見我不想聽 處長 我有一件要提 你的意見要是跟他一樣也可以不用提了 我要提的意見是 咱們單位某些領導 以前是臉難看事兒難辦 現在不一樣了 現在是臉好看事兒照樣難辦 舉例子 就拿我們副處長來說吧 我們 你幫我演一下副處長唄 你幹什麼 你演得像 你別弄這個事你別弄 他也要我們副處長演得可像 別弄 演一個好不好 你弄什麼 演一個 副處長 上 同志們好啊 一線的同志們很辛苦啊 有什麼愧難跟領導說 領導給你們解決啊 副處長 哎呦 哎呀 老王 是我 有什麼事兒嗎 有事兒給我說 是 副處長 天兒越來越冷了 我們宿舍供暖不行 我媳婦關節炎 動的實在受不了了 哎呀 我娘啊 都給我吵架了 哎呀 您給解決解決呗 必須解決呀 人民群眾的事情沒有小事 哎呀 我還有個會兒 再見 看看 是不是臉好看 事兒難辦 還有嗎 有 咱們單位的會實在是太多了 前些天 我們單位召開了落实上級 關於嚴禁酒後駕車的會議 會後 咱們處理 帶著門馬上召開了 關於落實場理 關於落實上級 關於落實嚴禁酒後駕車的會議的會議 會後 我們食堂帶著門馬上召開了 關於落實處理 關於落實場理 關於落實上級 關於落實嚴禁酒後駕車的會議 回後 我們廂式班連夜召開了 關於落實食堂 關於落實處理 乖若是厂里 乖若是上级 乖若是连纽 回忆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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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意见提得好 没完哪 厂里开完会 让我们写一千字的心得体会 初里开完会 让我们写两千字的心得体会 食堂开完会 让我们写三千字的心得体会 炊石帆开完会 让我们写四千字的心得体会 开饭了 同志们都等高级了 炊石帆了 都几点了 还出不出菜了 我说菜是出不来了 我们吹市员在后厨集体 出书屋的 还有吗 有 都在这纸上的 你提的这些意见都很及时吗 这样后厨主管还空着 你把这个职责先搬起来 我行啊 怎么不行啊 我们就需要像你这样 敢提意见 敢说实话 敢说真话的人 如果我们大家在一起 只是一团和气 弄虚作假 不说实话 不说真话 那我们的事业 迟早有一天 会毁在我们自己人的手里 好 部长 谢谢你 你给我们提了这么多宝贵意见 应该是我们谢谢你 部长 其实啊 他在这干的时间比我长 他记下的意见比我多 你别这样 哎呀你快点吧 你干别这样 行了就别在我这表演了 你演的已经很好了 处长 我之所以演的好 都是领导培训的好 把你提的具体意见 给我拿出来 我就不拿了吧 他拿了一张纸 你就让他当了主管 那什么 我这个意见拿出来 级别你不好安排 你这些意见提的也都很好啊 为什么不早说呢 处长 你这就跟玩斗地主一样 你不能一开始就愣炸 你万一把自己炸死了砸正 你还是想太多了 是 听着 只要你们提的意见是对的 是好的 我们做领导的就坚决接受 好 给你一个坚决的任务 监督我们领导的工作 领导你放心吧 那他算干啥的呀 这还用说吗 纪检委 你还纪检委 你就是个老百姓 老百姓咋的了 咱老百姓就是纪检委 大家好 我是刘涛 我是李杰 我是余淑珍 我是叶培英 我是王兴 我是欧阳大 我是霍京 我是梁静卢 我是黄晓明 我是蔡琴 我是演员包格 我是包文静 共亡全取 祝大家春节快乐 祝大家春节好 春节万福 春节好 除了与秦海路 合作表演小品之外 孙涛还有一位女搭档 就是颜学金 2017年春晚 他俩带来了 全市平凡动人爱情的小品 真情永驻 水火不龙的两个人 上演了一场幽默的相亲节目 让观众爆笑不断 撒开 撒开手 你抓着我的手呢 这是我前夫 这是我前妻 我参加电视相亲 你来干嘛呀 你来参加 我怎么就不能来呢 那你来你选别人呢 你干嘛选我呀 谁选你了 我一上来六个女嘉宾 八八八八八 五个灯都灭了 就你那盏灯亮着 我不选你 我选谁 你以为那灯是给你亮呢 我那是镜是大了吧 开关拍坏了 二位准备好了吗 好了 请坐 曾千年小姐 场上那么多男嘉宾 怎么偏偏看上了孙仙呢 因为她优秀 她哪优秀啊 她有头发 能不提这事吗 因为她颜值高 看看人家这颜值 相当于PM250 孙仙 场上那么多女嘉宾 怎么就偏偏对 曾小姐情有独钟呢 因为她长得好看 仔细看 能看出是个女的 俩还挺幽默 是不是有一种 相见恨晚的感觉啊 相见倒是不晚 主要就是恨啊 聊聊你们的职业吧 她厉害 她是上市公司CEO 哦 上身是何护士啊 菜市 菜市 啊 卖菜都不上菜市 上哪啊 那这小姐您是做什么的呀 她比我厉害多了 她手底下管着 五六个上市公司老总 七八个CEO 好几百个白领 她是群主 好 你们俩都算是成功人士 将来如果组成家庭 经济方面应该没有问题吧 主持人 我认为钱不是最重要的 有钱不一定幸福 没钱肯定不幸福 我的意见跟男嘉宾不同 我认为有钱有有钱的过法 没钱有没钱的过法 没钱的时候 两口子共同创业更有笨头 有些人哪 嘴上说不喜欢钱 心里比谁都喜欢钱 天天跟我说 谁的老公给谁买车买房了 带着谁去旅游了 我就是那么一说 倒是你 整天说带我去旅游给我消费 你带我去了吗 我没带你去旅过游吗 对 他带我旅游了 他开车带我回了趟娘家 那不也算旅游吗 那你给我消费了吗 怎么没消费呀 上高速公路不交费吗 你上高速了吗 你那天走的是国道 那加油不掏钱吗 你 等会儿等会儿 我看出来了 你们俩原来是两口子吧 你才看出来呀 傻子终于开窍了 我们的栏目要火呀 过去只有真婚功能 现在有了复婚功能了 二位关系特殊 所以我们的访问也要升级了 两位请上台 观众朋友们 这两口子能不能够破镜同源 就要看你们的了 你们的掌声 就是他们拥有的支持率 郑小姐 分开以后 你是不是一直还想着她呀 谁想她呀 我来参加你们节目 是想证明我自己 离开她以后 我真倩倩依然风光无限 拉倒吧 就你还风光无限 八七的都没人选你 我是怕你崩漏 我来接盘来了 不用你接呀 当初嫁给你 我那就是一朵鲜花 插牛粪上了 你幸亏插在我这牛粪上 你要是插在化肥上 没准还转基因了呢 要没我这牛粪的呵护 你能成长为一朵鲜花吗 你什么时候呵护过我呀 你多忙啊 我忙是为了啥呀 我不是为了这个家吗 我不得忙着挣钱呢 钱什么时候能赚完呀 你挣多少是够啊 我告诉你啊 我们女人不需要你们挣太多钱 也不想过什么荣华富贵的生活 就是希望在我们需要你们的时候 你们能在我们身边陪陪我们 姐妹们说对不对 不是 谁不想陪你们呀 我们男人不得养家糊口啊 做男人怎么就这么难呢 男同胞们 你们说对不对 主持人你让我下来 让他下来下来 我跟你说最可怕的是 他在我们男人身上进行破坏性的实验 怎么实验了 有一天 我喝多了我回家 他把我扶上床 然后把我搂在怀里 多幸福啊 幸福 就在我迷迷糊糊的时候 他趴在我的耳边跟我说 小孙 你最爱的女人是真倩倩吗 当时一下就把我吓醒了 你说这时候 我万一要说出董卿的名字 我还活得了吗 再说了 人家董卿认识我是谁呀 这时候我得求证一下 董卿 你认识他吗 认识 我们俩邻居 你看 那你也怀疑过我呀 他怎么怀疑你了 他那个时候上南方尽菜 晚上要是不回来 夜里三点准给我打电话 喂 你在哪呢 我说我在家呢 你在家干嘛呢 我说我在家睡觉呢 你睡觉咱还接电话呢 你看他这贱样 那咱俩视频呢 我说太晚了 视什么频啊 他说我想你了 多好啊 好什么好啊 他根本不看我 他让我拿个手机满屋子照 照完里屋照外屋 就连床底下他都想看看 我问他 我说你看床底下看什么呀 他说他想家了 不是 不是我那么做 不是因为我心里边有你吗 那我那么做 也是因为我心里有你 大姐 你边去 大哥 梳头去 我告诉你 你那么有我 我受不了 你这么有我 我也受不了 咋名了 二位 你们无论智商情商 都是天生一对 当初为什么要分开呢 你问他 因为孩子 我们俩结婚八年 一直没怀上孩子 我跟你说主持人啊 去年冬天 他终于怀孕了 当时把我激动的呀 我心里想 我孙一根终于有根了 连孩子的小名 我都已经想好了 叫什么 叫孙一串 好 我跟他说 我说串他妈呀 你啥事也会干了 在家里边好好保胎 外边有我呢 结果你猜怎么着 我到南方进了个菜 回来之后 我们家串就没了 当时把我难受 我这种难受的心情 你能理解吗 我能理解 最大我生气的是 我问他 我说孩子是怎么没的 你猜他怎么跟我说 他说是不小心 什么叫不小心呢 我看出来了 他就是没想好好保这个孩子 谁不想好好保这个孩子呀 那有时候你上南方计菜 回来之后 你累得进屋 倒头就睡 那一车菜 是我一个人卸的 我当时就觉得肚子不舒服 你当时不舒服 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我怎么说呀 第二天你还跑长途 我要是告诉你了 你开车能安全吗 结果你走的第二天 孩子就没了 那孩子没了就没了吗 他还可以再要啊 你跟我提什么分手啊 你知道什么呀 我当时躺在医院里 医生怎么跟我说的 你知道吗 医生告诉我了 医生说你这辈子 有可能再也怀不上孩子了 你们老孙年祖祖辈辈是单传 要是在我这给你们家去了 跟你回家怎么跟爸妈交代呀 与其跟你说了 让你把我蹬了 还不如我主动出气 我先把你给拽了呢 你这事你怎么现在才跟我说呀 我现在跟你说也没有用了 咱俩都离了 你不说谁知道啊 你这事你不是说了能离吗 你这事你该你了 什么时候你还不说话 你什么种之人呢你啊 好 我问你一句 老婆重要还是孩子重要 老婆重要 她就是一辈子不给我生孩子 我也不能跟她分手 好 咱们出来打工是为了啥呀 不就是为了过上好日子吗 现在日子好了咱俩分手了 这日子过得还有啥意思 那你心里还有我吗 没有你我今天来干啥来了 我 你不是来接盘的吗 你别说话行吗 跟我回家吧 你还爱我吗 我爱你 我也爱你 我也爱你 我爱你 没有我爱你 好